据CBC报道 本周四加拿大BC省的一所寄宿学校内 被发现埋有251名儿童的尸骸 其中最小的死者年龄仅有3岁 被发现尸骸的这所学校是一家印第安寄宿学校 自1890年运营至1969年 随后联邦政府从天主教会手中接管 并将其作为走读学校运营 最多时有500名学生注册 1978年学校关闭 调查人员表示 从初步的调查来看 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记录了这些失踪儿童的死亡 从尸骸上判断 这些儿童在死前非常痛苦 有遭受性虐待和身体虐待的嫌疑 原住民卫生局表示 根据此前原住民寄宿学校的资料来看 已经确认了4100多名 在寄宿学校上学时死亡的儿童姓名或信息 但真实死亡数字可能要远高于报告数据 此前就有社区幸存者们透露说 很多来自原住民社区的孩子去上学 但是却再也没有回来 原住民卫生局表示 当时这些寄宿学校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控制原住民儿童 消除他们的文化、身份和与家人的联系 这起事件也反映出此类寄宿学校对原住民的家庭和社区 所造成的破坏性和持久性的影响 BC省省长霍根在得知此事后发表声明 霍根表示 这是一起令人震惊且心碎的悲剧 反映了加拿大寄宿学校系统对原住民施加的暴力行为 这些暴行所带来的后果也一直持续到今天